昨天这个陈志涵跟周渔秀的记者会是这样说的 他说是民进党争取民众党支持 希望民众党支持蔡其昌 然后换取院长挺黄珊珊 但民进党说成是柯文哲主动打电话给 这个民进党争取支持黄珊珊 好 这是一个真点 另外陈志涵说1月31号当天傍晚到柯主席办公室拜会中间人 是廖子诚跟林玉哲 都表明是代表民进党高层 有同步跟民进党确认过 这句话很重要 民进党高层 我想民进党高层大概就党主席或秘书长 因为现在秘书长是代理 对不对 现在还没有正式任命新的秘书长 所以有同步跟民进党确认过 那廖子诚跟林玉哲这两个人 好 确定身份之后沟通 所以才变成这样 那这个被告吴征 是 平常 你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好 这个我相信昨天大家都跟着我们一起梳理的这个经过了 那我今天简单重点摘要 其实大家看昨天从我讲的 柯文哲讲的到陈永新医师的公开信 有几件事情不谋而合 第一件事情 1月31号晚上的时候 柯文哲打给陈永新 第二件事情 这通电话里面讨论三昌配的可行性 对不对 第三件事情 后来民众党团对三昌配say no 民进党团也say no 大家都不要 就结束 这三件事情是三方都同意了 都讲了 所以毫无争议 现在唯一的争议事情是说 柯文哲说不是主动 因为这个民众党的粉砖前天说 民进党主动来找他们 那我就出来讲不是主动啊 你柯文哲请陈永山传话啊 对不对 柯文哲就说 这个绝对不是 这个甚至要提告侵害名誉 我绝对不是一个主动的男人 谁说我很主动我就告 这样子我很怕 那现在状况是这样 其实我今天就讲嘛 其实这是一个文字游戏 主不主动 其实真的不是重点嘛 重点 这好像 你看就是 这完全是一个大家各自 你要怎么定义的问题 那问题是大家一般观感什么 像苏培可能下节目后 跟我提一点 吴珍 你现在发言人要尝试节目 要多跟那个晃哥巴结一下 我就说是是是 下节目打来晃哥 晃哥拜托多关照 晃哥扣天就说 吴珍那天主动打给我 主动 我说不是 哪有主动 苏培叫我要打关系 我才打给你的 绝对不是我主动 好来OK啦 那你要这样讲 对不对 就跟民众党说团进团出 我们说那你要投同一个人 不是 我们分开投也就团进团出 他们对文字的这个的诠释 不太一样 那问题是说反正现在 柯文哲阵营的重点就说 是前面有人去找他们吗 前面有廖子诚 然后林玉哲 说代表民进党 我是被动 他们来找我 我很无辜这样 那我今天回应就很重点 就是说 第一个 民进党并没有授权任何人 代表党中央 或代表党团 去跟柯文哲主席提议三昌配 第一点 这是非常清楚 第二点 黄国昌委员今天说 廖子诚跟林玉哲 他们背后是林家隆 总统抚觅书长 那林家隆刚刚也发声明 对 说没有 这个是他也 他确实认识这个廖子诚 廖子诚也跟柯文哲很好 廖子诚有说 有跟他说 我要去找柯文哲聊这个事情 他说好你去 对 所以并不是这个 廖子诚代表林家隆去 林家隆刚刚已经严正的 裹斥了 这第二点 那第三点是 我理解 我今天一定要跟他强调 各位柯粉小草们 我对柯主席非常的尊重 我完全充分的理解 柯文哲主席 现在是政坛的大红人 人员非常好 声量非常高 地位又举足轻重 这么重量级的政坛人士 我想象一定有很多人 常常要找他 跟他分享看法 跟他提很多的建议 大家觉得他影响也很大 所以像前几年 柯文哲市长 那时候也说 国际疫苗大厂来找我兜售 去年也说 两亿有人要出美金 两亿美金瞧我退选 柯文哲主席 就是很多人都去找他 讲很多话 所以他的身价是 最少两亿美元起跳 两亿男 那我也理解 两亿男就是 会很多人跟他提这个意见 对不对 相信我柯文哲身边 也很多民间有人 我跟他提说 你们现在就是要如何如何 但是重点是 这些人代表民进党吗 不是嘛 因为民进党 刚刚苏培议员讲得很清楚 我们党团开会 决议就是 就是游锡坤院长 蔡翔副院长 后来就没有大使 没有人 被授权说要带一个讯息 没有人带着一个书函 去找柯文哲说 我们现在想这样 吴珍对不起 我就请教你 因为民众党一口咬定 说这两个人 廖林两个人 都表明是代表民进党高层 但而且他们有同步跟民进党确认过 那你的了解是 他到底跟谁确认 还是根本没有确认这一件事情 不 这个重点是 我不清楚他们 是 他们说有碰面 是如何 现场怎么谈 他们说有跟谁确认 但问题是 我是民进党发言人 我代表官方 官方就是说很清楚 在党团会议开完之后 民进党定调就非常清楚了 就是照党团决议走 就是游习昆当院长 然后蔡奇昌当副院长 然后也没有 党不论党中央 党的系统 立法院的系统 都没有派人要去提案三昌配 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想象 你本来这个社会上 很多人就会说 我感谢 那不代表这个人 他背后 他就是一个特使 对不对 那就像今天 柯文哲的支持者 也跑来骂我 好烂 好笨手 怎样怎样 我也不会说 这是柯文哲骂我 对不对 这两件事情要分清楚 所以民进党 像一直说 民进党 有派代表 去跟他们谈 问题就是事实上 这没有 不论是廖子诚 或林玉泽先生 他们有什么样 政治上的见解 希望来促成 那都是他们个人的想法 个人的好意 我们也尊重 但是他们不是民进党派出的代表 对 我不认识 好像看起来是林家隆的声名稿 是林玉泽打电话给所谓的林家隆 因为我认识的是要廖子诚 认识是因为在媒体上看到 我说真的 林家隆如果听到廖子诚 这三个字 走那边 因为几年前才发生了一件事 还涉及到林家隆 跟他喝一杯咖啡就出事 所以他怎么可能授权给廖子诚 去谈这种事情 而且不要忘记了 廖子诚所谓的之前的案件 其实等一下主持人会讲 跟徐永明 跟你们时代力量都有关系 是你黄国昌自己的人 我打断一下 2020年9月22号 这是当时收购案 检方去徐永明家里搜索 发现保险箱里面有300万 当时第一时间大家以为是汇款 因为正常的家里保险箱 不会放这么多现金 就会发现了 徐永明家中收310万 徐永明说是向他的学长林家隆所借 台北地检署查出 林家隆只有引荐台述科董事长廖子诚 给徐永明认识 廖子诚私下借款给徐 先前有报导引设 借款跟台数科新闻频道变更案有关 检方认定这是不实传闻 所以是谁借给徐永明 是廖子诚私下借给徐永明 那照黄国昌的标准 廖子诚跟你们时代力量关系更好 没错 而且你看如果是林家隆的话 他知道廖子诚这三个字 听到廖子诚还会授权给他吗 之前就发生过一件事 还涉及到他自己本人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去授权给廖子诚 去谈这件事情 但是我要讲的有心 所谓的热心人士一定都有 但是这些热心人士 有没有得到授权才是重点 而且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会让柯文哲或民众党 未来不敢再有人跟他打电话 不敢再有人穿梭在期间了 因为这些人 我们不要怀疑他的恶意 他有可能会不喜欢韩国瑜当院长 或者希望有院长来当这个院长 就会穿梭期间 穿梭期间 他其实不在党的授权里面 他就叫热心人士 这些热心人士说真的都叫善意的第三者 今天你柯文哲为了解释你的谎言 把这些善意的第三者通通掀出来 所以为什么之前我就说 柯文哲不只是民进党的人 国民党的人都不要打电话给他 连他打的电话你们都不要接 因为他连打电话给你 传简讯给你 都可能有他的目的 他未来要怎么用 都可能是有他未来拿出来 对他有好处 他就会拿出来用 所以这件事情证明了一件事情 柯文哲有强烈的权力焦虑感 不要忘记这些人都先找谁 包含卓龙太是找谁 找黄珊珊 这些人是谁的人 是黄国昌的人 没有人打电话给柯文哲 柯文哲在立法院院长选举的时候 不是说我一堆电话都不想接 他其实希望重要的人打电话给他 结果没有人要打电话给他 他干脆直接打给陈永新 所以才导致你用打电话给陈永新去谈判 说真的就要出卖你自己党团 因为你还没有经过党团的决议 你要的是说黄珊珊当院长 副院长就不要了 副院长会支持蔡其昌 你这个东西是你跟陈永新讲的 后来被赖清德讲说 我们根本不可能接受 我们就是唯一支持游锡坤 这个整个过程很清楚 陈永新的生命感大家可以去看 问题是你带去党团的结论是什么 大家否决啊 这里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三件事 一 柯文哲的信用破产了 未来所有人真的不要打电话给柯文哲 也不要接柯文哲的电话 二 民众党党团内部确实有路线的问题 他们连支持黄珊珊八票都可以少一票 不当小蓝不当小绿支持黄珊珊 只有当小白而且叫做小白七因为只有七票 连投黄珊珊都可以跑一票 那你觉得如果投给蔡其昌呢会跑几票 所以你这个政党内部的路线问题 让蓝绿之后都不敢对你产生所谓 对你整个政党或者你党主席提出任何的要求 因为你控不了这个党主席你有路线的问题 所以最后就是柯文哲你对于内部的指挥 你权力丧失 所以他不断的去说 为什么他要去告谁吴珊 第一次吴珊被告那么开心的 心灾乐祸 不是 因为吴珊那张帅照你知道吗 上面且真相只有一个 网友就二创把他变成柯南 果然柯文哲很难 他告也不是不告也不是 吴珊根本就是柯文哲的灾难 所以请柯文哲赶快告吴珊 让法院认证 你就是一个说谎诚信的妈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